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欢迎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欢迎林薇薇 好久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杨丽金 哈喽 主婶好 大家好 公斗剧我们都看连续剧里面人家是有目的的嘛 对 但是有时候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说姐妹之间公斗来公斗去到底为什么 实在是搞不清楚 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为男人啊 为男人 你讲的是 好 你讲的可能是有一个男人 我们两个要抢她 所以公斗一下 可是像丽金最近发生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男主角 而且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讲实话 这么多年下来你的为人 丽金为人其实一直蛮好的 我很像男生啊 我就男人 跟谁都很有善 跟谁都很好 也不像是会得罪人的人 但是你会出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 我觉得也许他们就是觉得我好像很好相处 比较怕事 所以他才会来 来这样子弄我吧 你跟好朋友翻脸还闹上法院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之前我朋友他们办了一个画展 然后呢就是有邀请我们去 然后那还要买入场券500元 500元入场券 那我想说 好吧 既然是朋友办的画展 那我们就去了 那去了中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反正就是 我刚才一去 我看到他来的时候 某某某 薇薇你来了 我们来拍一张照 不要不要 我现在很忙 他那天就态度很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 好吧 那你 然后他就去应酬他的一些朋友嘛 那我就自己默默地在旁边自拍 或者跟朋友拍 拍拍拍拍 因为我真的临时有事 然后因为这中间 也许真的就是薇薇讲的 我后来想想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会跟有些 有些人会来跟我说 历经然后跟我讲话 那我们也不可能就说 不理你 因为有时候是在画展上 有一些大家的朋友 别人的朋友 也会来跟我们讲话 那也许我也会 会跟他聊几句 然后我就说 就认识不认识 因为我们是工作人物嘛 我们不能说不理人家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时间差不多 我要走了 捧个人场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差不多我要走 因为我临时有事嘛 然后后来呢 他就拿出他的手机说 那我们来拍照 那就好吧 那就用他手机拍拍拍 因为我要走了嘛 就很多人 大家就集合一起拍照 那天大概就那些人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可是我 我好像没有我的手机拍一张 那可以拿我手机拍一张吗 那你知道大家 换手机一定会这样 本来站价都会这样 站价会稍微换一下嘛 然后好 还好我手机有留了 那一张照片 所以同样一组人 同样的姿势 他的手机拍了一张 你的手机也拍了一张 他的手机拍很多张 我只有拍一张 然后后来我回去就觉得 我本来想要传讯仪给他说 那照片可以传给我吗 我发现我被封锁了 微信封锁了 FB也封锁了 那封锁到最后 我都觉得好奇怪 那FB私讯就 有人跳出来 我不认识的 那历经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说我生病 我生病啊 他说我生什么病 他说我记得之前 看你不是那个样子 为什么你好像 怪怪的 我说你可以把照片 传给我看吗 我一看吓死了 那个有一张照片 我像那种面包抄的你知道 头那么大 脸这么胖 然后身子就变像这么壮 腿像那种农夫 有没有 就是那种耕田的腿这样 那肚子像怀孕三个月 我就说怎么了 另外一张更夸张 就是一个嘴是笑的 另外一边是像中风一样 下垂的 难怪人家觉得我生病了 而且整个被修的是很肿这样 被修的 被修的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说 我就说 那因为当天他也没去画展 然后陆续有几个朋友 没有去画展的人 在微信也传给我 然后就 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我记得去一个公开的场合 然后我就有一个很久不见朋友 我说杜琳你好 这样跟他打招呼 我发现他看我是这样 你保安得不错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打量我 然后突然说保安得不错 后来我发现说 我的照片已经在很多个社群网站流传了 所以他把修过的那个照片 丢出去 对 有一些 丢上去 丢上他的粉丝团 丢上他的微信朋友圈 还有一些什么协会 因为之前就是有一张照片 很多年前 然后也是刚好一个 这样子的照片 然后在网路上 那我就想说 算了 网路一天就算了 结果变成那种自媒体的新闻 然后开始就是说 曾经被誉为最美的打女 给写的真的前面 好开心 后面如今 然后一个蜜 就把你蜜一个字 然后就说如今 就这样子 然后说他崩坏了 就是说什么整形失败崩坏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不管他 到最后影响到我工作 那个人家找我要代言也好 然后要找我拍戏也好 要视讯 确定我脸不是那样 你知道吗 那对我的杀伤力很大 那后来我惊觉这个严重性 在网路上 现在一张照片的威力 我就叫我的经纪员说 那你那边把我下 这边下了呢 你知道网路很多账号是追不到 这边下那边又开 那边开了又这边又下 到了很多年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伤害五六年 我就开个记者会 这个事还伤害你五六年 真的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那个开记者会 大概有四五年前 我就开了这个记者会 就是很久以前 因为有那张照片 那我觉得 因为你知道独立 我不是每天在荧幕上 那有时候人家觉得说 有可能喔 他现在可能就是这样子 那不行耶 因为你是拍戏 对 尤其说有时候在 导演啊 广告啊 人家不是每天可以说 杨丽金你过来我就看到 人家一搜索查你 哎呀 怎么这张照片跑第一张 那我为了就是说 那个实在是都有伤害很大 所以这次在这个照片 我就要第一时间就要澄清 不然这以后又是一个伤害 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照片 这张是正常版 这张是正常版 就是你们合照嘛 对 正常版 你们合照 中间这个是菲菲姐嘛 对对 正常版 正常版 也可能就是你手机拍到的 对 因为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我知道 然后你看这个我变成 这一张 中风 然后你看我的手背 你看我的肚子 然后你还没有看到腿 腿也是被修到农夫腿 你看变这样子 被修成这样 被修成这样 他就是说你变胖的话 就会这样叫你要紧闭啦 不是啊 就中风啊 这种像不像嘴型失败的脸 那个嘴型是这样子 可是你们是 可是问题是其他人都好好的啊 他有承认啊 他只弄我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比他美嘛 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要问 比他美 还把你弄丑 他就显得他漂亮啊 他就说反正大家都知道 力经很美 所以我想拉成大家看不 看不出来他的样子 他这样解释也有道理 所以他后来有承认他有修徒 并且公开给你道歉 他必须要跟我道歉 在法院道歉 到了吗 道歉了吗 到了 所以我就策告了 你有拿到钱吗 我没有 我不是要赔偿 你只是要一个对不起 我只是要一个对不起 然后我也觉得说以后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 我最主要是这样子 薇薇 你身边这么多的女生 女生的小心机 小蒜机 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 鸡毛蒜皮 但是把别人批丑PO上去 这是什么心情 有时候是好玩吧 但他那个可能是恶意的 这个 对 因为他就是不跟他不熟嘛 就没有什么好玩的成分啦 这个感觉有点就是 来意不善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 又没有你那么漂亮 他就把你弄丑一点 因为我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他为什么要先把我所有都封锁了 然后才做这种事情 因为快你骂他 当天是他开画展吗 他办的 他办的画展 因为希望大家 因为办画展当然也是希望有买卖画 那有希望你买卖吗 之前传简讯有希望我买卖 那你就是没有买吗 我不知道 被弄编导超人给你 那你也太直接了 我跟你讲 我画画的我知道啊 真的哦 不预设任何立场 我只是觉得说 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 我曾经被这一张照片 一张就是被弄 霸凌过 霸凌过 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再被网路霸凌 而且我希望说 你们不要觉得说躲在好像 键盘后面 你把人家弄怎样 然后都没有关系 那殊不知我们就是靠形象吃饭的 不是吗 对不对 我都没形象 随便骂我 我就骂回去而已啊 不过你说 你不讲这个事情我还没注意 你看前一阵 老师媒体一直抱我说 高盛美 说盛美好多年不见嘛 都在大陆发展嘛 在唱歌嘛 对 高盛美原来也是很甜美的漂亮 说什么崩坏啊怎么样 想说哇 搞的网络照片也差太多 现在怎么这样 还真想见到他 后来前一阵子 台湾有某一个什么演唱会 他有出现 还好啊 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有时候这个形象 还真的要稍微顾一下 对 像盛美他是唱歌还好 我们是拍戏 演戏的真的有差很多 会啊 人家就觉得说 哇 谁要这样子 我怎么早上演 会啊 那时候影响我好多 来来来 女生的小心机 真的要注意 来 我们问一下 演唱会